哈囉大家好 今天我想要跟大家介紹的是 我之前十二月份 十二月初我就拿到的兩樣東西 一個就是Morphe的The Jaclyn Hale的眼影盤 還有另一個是BH刷 然後我從寒假開始才用了這兩樣東西 然後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心得 那有興趣的話就繼續看下去吧 首先呢我們先看這個眼影盤 很標準的水彩盤 總共是35個顏色 它的優點呢是它非常非常非常的顯色 你看 非常非常的顯色 就是隨便圖都會很飽和很明顯 那這個是它的優點之一 但其實我覺得它有一個缺點啦 如果對於化妝新手來說 我覺得這個眼影盤可能就比較不適合去嘗試 當然就是歐美的眼影 差不多都是像這樣子 非常顯色 那這種眼影呢 我自己花了一些時間去 去玩它去熟悉它 那我發現它的珠光 它的珠光色就是非常的柔和 就不會像霧面的那麼顯色 它可以很飽和 就是珠光的顏色可以很飽和 它也可以很柔和 就是如果你用刷具 適當的使用的話 它就會有非常非常漂亮的珠光 然後跟淺淺的顏色是很漂亮的 再來呢 它的霧面呢 就是畫起來很好暈染 它的暈染能力就是 是可以疊加也可以去柔和的 所以我覺得它的霧面色很漂亮 再來呢 我想要講它的大缺點 它的很大的缺點是 它的咖啡色 深色的系列我覺得比較容易會暈 就是像你想要做你的眼線的定妝 或者是要做眼下的暈染 就是要做煙燻的話 你如果是會流眼油或者是 就是容易眼影會暈掉的人 可能就比較不適合用這款的深色來做定妝跟暈染 因為它非常容易暈 我自己是比較不容易眼影會暈掉的人啦 但是我用它的話 大概半天就會看到這裡就是髒髒的你知道嗎 看起來很像眼線整個勾到下面來 所以我覺得這個比較不適合用來做眼線的定妝跟做煙燻 所以建議 建議如果你要用咖啡色的話 你就是只能用眼皮上面的局部的加強眼尾或眼頭 當然不要去貼近你的眼線 要不然它會很容易的暈開 可以用別的眼影去代替 像Nyx或者是其他的眼影 我覺得它的表現會比它好一點 那這盤眼影我之後也會做一個簡單的眼妝教學 那我還要想一下要做什麼眼妝教學 因為它可以做很多很多不一樣的妝感 所以我還在思考當中 那接下來我要跟大家介紹的是這個BH刷 非常非常便宜 我記得我自買不到一千塊 然後總共就是15支刷具 非常的划算 那我原本只是想要嘗試看看BH刷怎麼樣 就CP值高不高 那我發現非常的超值 就是超級超值 它的刷毛好柔軟 就是 就是 你知道 快睡著的那種感覺 你可以這樣邊弄然後覺得 呃睡著太舒服了 就是它的毛就是像是你的那種 呃 會抱著的布偶的那種柔軟的程度 非常非常的舒服 然後它的抓粉力跟試粉力都非常的好 那臉部的刷具我會 呃應該說 眼部跟 因為它裡面有眼部刷具跟臉部的刷具 那如果要說它的臉部跟眼部哪一個比較好的話 我覺得它的臉部刷具比眼部刷具還要更好 因為它的毛都非常的柔軟 而且它的抓粉試粉力都很強 所以我個人覺得它的臉部刷具跟眼部比起來臉部比較出色 然後 眼部的話呢 我個人喜歡 的是 我比較喜歡這三隻 這三隻眼部刷具就是非常非常的 呃好用 然後這個是拿來做 比如說 鼻印啊 什麼 這裡就非常剛好 它是寫的 然後 這個呢 我喜歡拿來用 呃 珠光色的眼部打底 它可以 給你一個非常非常均勻 而且 呃光澤感很好的珠光感 它不會有 就是就算它的眼影本身是 那種大涼片 可是它上上去的時候就會很均勻的 分布 讓你的眼睛可以很漂亮 然後 還有這一隻細部的刷 刷頭的這一隻 這個細部刷頭呢 它可以 有一個非常好描繪的形狀 而且它的試粉力也超好的 就是很像在寫字 非常好描繪 對 我很喜歡它 就是在做眼線上的暈染的時候很好用 嗯 BH刷CP值超級超級高 所以非常推薦大家去買 如果你需要整組刷具 但是又不想要花太多錢的話 BH刷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嗯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希望下一次可以趕快跟大家見面 嗯 那就下個影片再見囉 掰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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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